嗨大家好我是小群 那今天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禮拜的GNN 就是這個全新魔神戰的活動 第六使徒 第六使徒它是有一個 一空轉身的型態這樣子 然後另外這個全新的活動模式 魔神戰 那這個魔神戰 這個東西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 因為這是新的 新的東西 所以我也不知道這是在幹嘛 反正就是有兩個階段 備戰跟戰鬥兩個階段 那這邊有日期 再來的話可以參與防守戰跟進攻戰 來獲取這個相應的功勳 做獎賞這樣子 那另外因為我自己也是工會的會長 所以身為工會的會長呢 我們必須要去 我們可以消耗我們的工會黃金 去建立這個戰鬥陣地 然後另外也是以工會黃金 來升級這些東西 比如說什麼防守啊 進擊啊 所以這個時候工會黃金就有用了 這邊大家自己看一下 我是覺得 到時候出來實際玩過比較重要 這邊就是先看而已 那另外戰鬥階段的話 有兩種戰 一種是防守 防守關卡也可以拿到工勳 那工勳也是可以拿去換這張 第六使徒 那工會耐久只為0的時候會淪陷 然後備戰設定全部失效 那你進攻的話 如果說你自己有這個 我記得有這個 擁有陣地的成員 進攻戰成功的時候呢 會獲得工勳提升到1.3倍 所以最好就是你有陣地 然後又去參加進攻戰這樣子 然後通過進攻方法可以扣魔神的生命 那他生命為0的時候通關必掉 這樣 那這邊是一個工會戰 魔神戰的這個介面 魔神生命60 如果把他打到0的話 他就是必掉卡 大概就這樣子 那也可以用防守戰獲得工勳 來兌換第六使徒 那會戰鬥結束的時候 會按照擊殺魔神的進度 來派發相對應獎賞 給所有召喚師 150把其實蠻多的齁 這鑰匙 那接下來就是 本篇影片的重點 就是這個第六使徒 我覺得這張蠻特別的齁 算是免費的一張神卡啦 那他是算免費卡 第一次有這個異空轉身吧 如果瘋狂不算的話 那這次蠻特別的齁 一開始是防禦型態 那他是有一個新素材力量 來異空轉身的話 我以為這個 反擊型態跟攻擊型態 那這隊伍技能的部分 大家看一下就好了 對自身在電擊還有點燃狀態的敵人 攻擊額外三倍 不過只有他自己而已啦 所以這個就看看就好了 那不知道他在異空轉身之後 能不能再變回原本的這個防禦型態 這個看 如果說照異空轉身的東西來看的話 可能自己要練一隻原本的這種的 防禦型態的 另外再各練 另外再練一隻這個 異空轉身後的 那異空轉身應該是可以隨時切換型態 切換反擊啊 切換攻擊型態應該是這樣子 然後 因為他的技能都不一樣 那原本的防禦型態的話 他是把 符石隨機轉換 然後把非強化符石 強化符石 而且轉越多強化符石出來 減傷越高 最多可以減傷100% 所以這個就是拿來 防禦的 就是拿來防禦的 這樣 然後Cd6也不算長 那異空轉身之後 兩個型態 一個是反擊 反擊的話就是 會對敵人造成一個50萬的直傷 如果你要破隱身盾的時候可以用 另外可以把敵人點燃 現在有一些 很多盾都是需要把敵人點燃 才能造成完整傷害 那這在神族 因為他是剛好是水神族嘛 所以可以放在神族隊伍裡面 所以這就很有用 那再來的話 攻擊型態的話呢 他是把敵人電擊 遇到 電擊盾的時候 也可以用 那一樣是會有直傷 那其他東西都是一樣的 就是對應看你想要把敵人點燃 還是把他電擊這樣子 那另外還是要留一張 這個是可以拿來減傷用的 就這三種型態這樣 好那以上呢 就是這一次的這個 第六使徒 魔神戰 那喜歡影片的話呢 記得訂閱 右下角按喜歡 我就覺得這張一定要刷啦 OK那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